孙杨带货榜第一 一日开三场太疯狂 销售额破千万 近日游泳世界冠军 奥运会冠军孙杨又开启了直播 打的名号是开年首播 这是他在二月份的第一场直播 按照农历来说的话 确实是新年第一次开播 作为曾经的体坛顶流 孙杨的人气确实非常高 一直都稳定 在谁数万人左右观看 热度居高不下 孙杨也非常卖力 仅仅在二月十六日一天 就开启了三场直播 可以说是非常卖力 而且孙杨的口才很好 很容易带动起直播间的气氛 数据显示 从中午十一点到晚上接近零点 开启了三场直播 时间都很长 依旧是孙杨此前卖的 很熟络的化妆品等等 孙杨在这期间表示 自己在直播间卖出的产品 质量是有保障的 还承诺假衣赔食 同时自己还会请大家吃顿饭等等 孙杨的直播数据也是很好的 除了人数稳定在几万人之外 三场直播卖出了1449万 根据网传的一些分成比例 孙杨的收入也破百万了 这还不算在直播间被网友们打赏 坑位等等收入 仅仅是卖货销量的收入 就已经超百万了 在直播销量的榜单上 孙杨毫无悬念的位居第一名 绿压很多专业的网络主播和带货主播 甚至罗永浩这样的大咖 也只能排在孙杨的身后 足以看出孙杨一天直播三场 是有多么成功的 此前孙杨是有过带货经历的 第一次是公益性质的助农直播 按照孙杨的话 在那场直播之后 自己觉得直播会帮助到很多人 所以30岁生日直播之后 孙杨在2022年1月份 连续开了两天的直播 两天销售额接近5000万 带货榜第一名 当时大家也见识到了 孙杨粉丝的巨大购买力 这次孙杨又开启了直播 果不其然销量依旧很好 销售额破千万 商家和孙杨本人都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粉丝也支持了自己的偶像 看起来孙杨在自己的开年首播中 是相当成功的 孙杨是中国游泳队历史上成绩最好的运动员 甚至在亚洲也几乎是独一档的运动员 但因为处于竞赛51个月期间 孙杨没有办法在官方的设备训练 所以他虽然没有退役 但也没有办法参加比赛 孙杨如今的地步和张继科有点像 张继科从未宣布自己退役 所以他可以说自己依旧是乒乓球运动员 孙杨也是一样的 虽然处于超长的竞赛期 但没有宣布退役 就能够以运动员的身份亮相 同时两人都是奥运会冠军 也都参与到直播带货的行列中 确实有相似的地方